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2022年虎年榴莲预测 今天的嘉宾我们有吴子明师傅 吴子明师傅 你好 吴子明师傅 你好 不如你和我们讲解一下我们熟龙的朋友今年的运程如何 熟龙的朋友今年来说都是藏有热马在那儿 不是很强 其中一个热马的生肖 所以主外不主内 所以熟龙的朋友最多可以出外做Fill Trip 或者穿州过散 就比较好过躲在办公室里面 那他们的感情方面又如何 感情方面呢 它就平淡而已 因为它没有特殊的盒 但是有个例外呢 如果碰到兔子的人呢 因为龙加上了兔子 加上了老虎呢 叫白金组合 那整个场面就会变的 所以如果碰不到兔子的人就很平淡 碰到兔子的人呢 可能都挺火热的 那他们的裁运方面又如何呢 裁运来说很平稳 因为没有合无充 属于平稳的生肖 那他们的健康方面呢 健康呢 因为主动的人精力充沛 但是因为它本身来说 休息少了 因为这个冬的问题 都是要小心军神的问题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